譬如說如果真的有一個滯狀的風險 其實美股最近公佈了議席會議之後 就有一個不錯的升幅 譬如說如果有一個比較長時間的圍堵去看 如果真的有一個滯狀的風險 其實美股接下來的走勢你覺得會是怎樣的? 如果它有一個滯狀的風險存在的時候 我想最主要就會影響了聯儲局的議席政策狀況 事實上我們會看到 鮑威爾為何會現在開始又有一些言論出來的時候 就會說到5月可能會加半離息 因為我們看到最近這幾次 美國公佈CPI的數據的時候 已經對應40年之前的一個高期狀況 而且還是有一個升溫的情況出現 3月中公佈那一次的時候 就是反映著2月的數據 當時已經是7.9%的通脹 但是仍然未反映是美國制裁了俄羅斯之後 其實對於這個油價的升溫的狀況 相信就要去到大概4月10日 再公佈3月的CPI就會看到 暫時去看的時候 高過8厘的通脹的機會都是相當之高的 所以就這些種種的情況在這裡的時候 就令到那個加息的部分會提升 如果你說對應一些投資者去看的時候 加息步伐提升 可以留意一些國際金融類的股份 特別是銀行股 傾向會受惠會多一些 但是對於科網股來說 因為融資成本上升 可能就會令到那個股值 又會進行一個調整在這裡 所以就對應美股來說 可能大家在那個投資組合方面 都要做一些相應的調節 就盡量減少一些新經濟股的持貨 就會比較安全一些